透皮長痘痘啊,就是麻辣爺 我是愛瑪士愛頭皮養護師Fina 我們整飲的四個容易導致頭皮發炎的生活習慣 來看看你中標了嗎? 第一個,飲食不正常 像是喜歡吃重口味的人 還有平常攝取的維生素B2不足 也會容易導致頭皮出油哦 毛髮的健康還有頭皮的健康 跟我們日常生活的攝取營養素是息息相關的哦 第二個,作息不正常 如果你的痘痘都集中在我們的後整區 代表你的睡眠品質要注意啊 如果你常熬夜、常睡眠品質不好 會影響我們的荷爾蒙分泌 導致頭皮容易出油 增加頭皮長痘痘的機會哦 三,日常用皮的定期清潔 像是常接觸頭皮的枕頭套 安全帽還有毛巾 定期清潔就非常重要 兩週就要清潔一次 維持頭皮的清爽也會減少毛囊炎的發生哦 第四個,壓力三大 你知道你最近的生活狀態也會反映在頭皮上嗎? 如果你的痘痘都集中在我們的頭皮的兩側 再提醒你要好好放鬆囉 因為你最近的壓力太大了 頭皮再抗議囉 如果頭皮已經長痘痘了 又有頭皮穴跟頭皮癢 哪一個要先保養呢? 如果你是油性頭皮 其實保養重點都是一樣的哦 那日常使用的洗髮精 應該要怎麼樣挑選呢? 你可以挑選透明質地 抑菌控油的單效洗髮精 並且要天天洗頭 洗頭要洗兩遍 若是痘痘反覆發生該怎麼辦呢? 那你就要注意生活習慣有沒有需要調整的 這樣就OK囉